约伯记第十二章 约伯回答说 你们真的是有知识的民 你们死了 只会也跟你们一同灭亡 但我也有聪明像你们一样 我并非不及你们 像你们所说的这些事 有谁不晓得呢 我这求告神 又蒙他应允的 竟成为朋友的笑柄 公义完全的人 竟成为笑柄 平静的人心中藐视灾祸 坐将滑蝶者的份 抢到的帐木兴旺 惹神发怒的安稳 神的手上赐他们 你且问走兽 走兽必指教你 又问空中的飞鸟 飞鸟必告诉你 或向地说话 地必指教你 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 从这一切看来 谁不知道 是耶和华的手 做成这事的呢 活物的生命 与全人类的气息 都在耶和华的手中 耳朵 不是试验说话 好像上堂尝试食物吗 你们说 老年的有智慧 长寿的有聪明 他有智慧与能力 又有谋略与聪明 他所拆毁的 就不能重建 他所囚禁的 就不能释放 他若把水阻截 水就干涸 他在把水放出 水就是地翻倒 他有大能与智谋 受骗的 与骗人的 都是属他的 他把谋事拨一掳去 并且愚弄审判官 他解开了君王 绑人的绳索 又用腰部 捆绑君王的腰 他把祭司拨一掳去 情妇有权有势的人 他除掉中信人的言论 又除去老年人的辨别力 他把羞辱倾倒在王子上 又松开壮士的腰带 他从黑暗中彰显奥秘 把死印领进光中 他使邦国兴盛 又毁灭他们 扩张邦国 又把他们掳去 他除掉地上人民中首领的悟性 使他们在无路的荒野之地漂流 他们在黑暗无光中摸索 他使他们漂泊无定 像罪汉一样 最后 我看了 你是 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